跨越逆境 特殊生考出好成績 这双手的手指无法施力 但17岁的松山高中考生许舒轩 没放弃自己 她写字双手并用 先用右手握笔 再用左手推笔书写 舒轩罹患遗传性感觉运动神经病变 四肢严重萎缩 考学测试 博文作文和英文作文最让她吃力 做文你是可以申请电脑打字 但是你坚持要用手写这样 我不知道申请怎么会够 热爱天文关心的舒轩 学测考了69级分 第一志愿是台大资讯工程系 建中这个爱打篮球的考生陈欣宇 右耳极重度听障 左耳重度听障 必须靠人工助听器和电子耳 才能和外界沟通 不去想我刚刚在板脑的思考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自己适合的读书方法 那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想办法找到那个阶州 跟着他走 他学测考了73级分 第一志愿也是台大资讯工程系 我可以帮助在 像是助听器啊 这些残障的服务 上面做一个进化 就是改进 那可以帮助听障朋友听得更好 或者帮助智障朋友 可以来走路之类的 来自单亲家庭的宜兰高中排湾族女生潘如涵 也考出69级分 但他立志当医生改善家境 决定再拼指考 动新闻替你们加油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